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港股大跌,避開重災股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指全日跌了7、8、89點 收報27,160點 成交有1,240億 在疫情之下 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之下 港股繼續受到衝擊 今天雖然是鼠年第一個佳日 港股今天沒有辦法上升 結果大幅低收 其中一個原因是 內地要到下星期一先服市 港股成為大中華區唯一開市市場 當然以香港作為提款機 對沖手上的持貨也好 在香港賺錢也好 總之港股今天的捱沽 都是預期之內 其實記得在年二十九那天 上星期四 最後一天是視頻 跟大家講到 題目已經說到 疫症恐慌破壞升浪 港股的升浪被破壞了 其實如果那天星期四看完 星期五還有少許時間 有半天的時間可以沽貨 那天如果大家走得切 恭喜你 那天因為最後升了幾十點收市 升了四十多點收市 結果今天又再跌多七八八點 如果那天走得好 走不了的話 現在怎麼辦呢 只能夠避開重災股 重災股就一定要減遲 那留得青山寨 哪怕沒有柴燒 有資金在手 就可以等下一個機會 原本我們是預期 市有機會衝上去 中期看三眼的 但是這些黑天鵝的東西 一出沒辦法 疫症影響 原本就想著是 12月12日那天 由於聯儲局說了 今年全年不會加息 還有暗示 其實正在做的 就是沒有量寬名義的 量寬買資產 其實是利好 整個市場 整個新領市場的時候都利好的 資金湧進來 再加上 中美簽了首階段貿易協議 這些利好的原因 就衝了上去 衝了上去之後 但是今天回到起點了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當日12月12日就是這一天 當日講視頻的時候 牛眼看港股 覺得港股 中期會升到三萬 最樂觀的情況下 可以升到三萬六千點 基於什麼原因 剛才說了 但是現在受到疫症影響 就翻回起點 恆好今天都還是守在 在這個上升列口的底部之上 收市位 就是說這個當時的形勢都未失 不過由於疫症 有機會再蔓延下去 沒有那麼快會結束 所以都不要掉以輕心 覺得這個位一定守得到 有機會會再跌低一點 例如這個上升軌 去到二萬六千五 甚至乎如果疫症 真是蔓延開去 處理不當的話 會不會跌穿 當然是有機會 兩萬五之下 再試回箱底 即是兩萬四千五百四十點 到兩萬四千九區 兩次 這兩個低位 會不會再試呢 如果疫症蔓延開去 當然有機會再試 所以不要掉以輕心 覺得今天已經跌夠 雖然今天 恆指50隻成份股 都下跌的情況 通常明天是有機會 出現反彈的 技術性反彈 不過技術性反彈 不代表市是 就是扭轉了那個跌勢 今天跌得那麼多 那麼恐慌性 然後有一個技術性反彈 反彈完之後 可能偶一兩天 幾天 然後有機會 都可能再跌過 不要掉以輕心 現在最樂觀的情況 都是要去到什麼時候 可能要七至十天之後 因為中南山院士 最樂觀的說法 就是七至十天之後 就會高峰期 之後就慢慢會回落 因為不發病 那些不發病 當然 他一個一家之賢 有其他專家 也不是這麼看 現在武漢 起碼有些股 四萬 有些股 十萬 有些股 將會有二十五萬 或者將會有二十五萬 受到感染的人 受到疫症感染的人 那些數字 相差都很大 在這一剎 我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知道 有幾大影響 或者全國有幾多已經 流了開去 例如 保安市市長都說 有五百萬人走出來 越後期走的那些風險越高 越前期走的那些 可能風險沒有那麼多 亦都不知道具體數字 何時是最後期走出來 全世界 現在很多地方都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時在說疫症可控 或者是幾多天之後 就一定會搞定 是言之上早 中南山院士 其實他都說 他講到是很難預測的 不過 只是樂觀一點 就是七到十天之後 就應該是高峰期了 他都沒有說寫包單一定是 所以都要再要觀察 這個情況下 廣估現在滾下來之後 只能夠大家 是要繼續採取手勢 不要那麼早樂觀 就說一定是撈底 如果你看到技術上 事實上這個已經是一個倒形頂 是一個大倒形頂 跌穿 如果再下跌的一點都不出奇 好 那 恆子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由升勢變成跌勢 雖然今天 還未完全扭轉那個升勢 即是12月12日 這個上升列口 還未被跌穿 但是不要掉以輕心 國企指數 其實情況都是類似這樣 有機會是會再進一步下跌 順星軌下面 就是那個支持位 是10400區 恆生指數26500左右 有機會要跌到這些位 就算不跌到也好 現在都不是一個 那麼早就出手 合適的時候 撈底的時候 相反 如果你真的還拿著一些 重災的股份 可能要避開 要換馬 或者hold cash 再等機會 然後才入市 什麼是重災股呢 很多類 我分別說一下 恆子成分股 今天跌幅最大的 就是行動地產 這一類是什麼股呢 即是說 在內地 特別在武漢 有很大的資產 或者是exposure 就是你在那裏佔盈利 比較重 例如行動地產 武漢有一座 Building 就是大的商業大廈 那座本來就是 那些開了很多很多商場 去很多很多市場 很多市 就是二線重點城市那裏 開很多的 問題是武漢有一座 結果拖累 一個列口下跌 亦都見到倒營頂 那這些股 有機會是 再試翻12月初的低位 甚至乎破底而落 你看到它一路不停滑 雖然這些已經跌了很多 有機會有些技術性反彈 但不要掉以輕心 其實應該換馬 不要持有這些 其實在恒指成分股裏面 例如另外的九倉置業 今天它都是跌成4.6% 在內地也有些exposure 大家知道 類似這一類型股 大家要小心 第二類股內房股 內房股用碧桂圓做代表 這隻股今天跌接近6% 5.85% 那又是內房股的代表 就是因為現在內房 大家知道 很難去看樓、賣樓 根本政府都叫停 暫時不要 大家不要賣 一不賣的話 你知道內房股負債也很重 如果它的cash flow有問題 或者銷售減緩了 對它的cash flow 會不會產生一個問題 會不會影響它的債務 諸如此類 我覺得是會有影響的 現在它們都是普遍地下跌 當然有些跌多些 有些跌少些 普遍都是要跌的 普遍都是轉了弱勢的 事前因為已經是 在一月份 有很多隻股份配股集資 拖累了整個行業開始回落 整個板塊都開始有跌 現在再加上疫情 以及不建議買樓 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所以內房股這一段日子 都要小心 哪怕它是說 其實它過去那段日子 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其實接下來的業績不差 一定會好的 因為之前那些入漲 但是現在銷售受影響的話 市場就會反映現在那些 在怕這些東西 到怕完之後 才再想這些股份 第三類 豪島股 豪島股以金沙中國為例 今天跌5.6% 其實 銀魚今天都要跌5.2% 銀魚收53.1毫半 類似的情況 都是說 遊客少了 大家都知道 澳門就公佈了 直至年初四 新春期間房澳的旅客 共2.7萬人次 按年是大跌多少 87.3% 其中內地旅客只有1.54萬人次 下跌90.6% 下跌九成 一年五日 訪澳的旅客 總共有22.16萬人次 按年下跌73.6% 其中內地旅客只有12.7萬人次 下跌79% 換言之 年初四那天 下跌了 內地旅客下跌了九成 如果一年五日來計 就下跌了八成 這些數字都很驚人 所以 豪島股可能都很久熬 現在它跌下來 好像都還守住在這個上升列口 但是我覺得都是要擔心它有機會跌穿 雖然跌了很多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個短暫的技術性反彈 不過大家不要受到那些那麼容易受欺騙 好了 另外一類就是內銀股 內銀股以工商銀行做代表 今天跌3.9% 你看到相頂下跌的形態 事源就是內地政府要求銀行 在這段期間雖然內地各行各業都差不多停擺了 但是要求銀行就不准無理追溯 遲還貸款那些就不還住 當然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時勢 所以估計銀行股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如果你看到工商銀行 這個已經是雙頂下跌跌破頸線 走勢都不妙 照人照度 有機會回到4.8%這些水平 另外一類就是內地的受險股 內險股都應該會挺慘的 第一他們的投資資產是A股 估計A股一開始都是很慘的 跌幅都很慘的 二來就是要求賠償那些就快點賠 現在內地這樣的情況 要賠的錢暫時無法統計 不知有多少 所以都會對內險股有困擾在這裏 這幾類股份大家要小心一點 雖然有很多投資者覺得 我長期持口就OK 如果你真是長線的 或者你很低位已經買了長線持口 那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你不看這些短暫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都會過去的 不過可能過去的時間 就不知有多少個月 在過去之前 就可能會受到一些困擾 你捱得過就好 但是如果你是高位買 明是想著是短炒 不過現在失敗了 又說要變長渣 那我就不太贊成 最好就是應該換馬 或者是沽了去 套現 套現等下一個機會 或者它跌了再買都行 如果真的換馬 其實我說過科技股 我寫過在經濟日報寫過一篇文 就是你如果會買 科技股會較好一點 例如今天恆子成份股裡面 其實跌幅最少的都是騰訊 就是科技股 今天跌1%都不夠 有一段期間在日間的時候 早上美段的時候 都曾經倒升過 這隻股 今天曾經倒升過 只有兩隻股 一隻就是騰訊 另一隻就是信譽光學 不過最後全部50隻都是跌的 但是跌幅這隻就是最少的 之所以最少就是科技股 較少受影響 可能反而用多了科技 例如 它屬下的王者榮耀 那個遊戲 在年三十晚日流的錢 其實創了歷史新高 就是多了人打機 因為沒有東西在家 反而可能會受惠 總結而言 其實內地這次事件 對經濟的壓力有很大的影響 有各種的統計有不同 我今天時間有限 就不能夠一概而講 總之就會受到影響都挺嚴重 暫時來看 大家不要這麼快調以輕心 覺得市已經跌完 哪怕明天 是的而且有機會出現一個技術性反彈 因為50隻恆子成員股 跌了那些日子 通常之後那天都會有少少彈 不過不要調以輕心 現在破壞了聲浪 要等到疫症見到儲光之後 大家才看好市場 如果現在拿著重災的股份 可能都要考慮沽出、換馬 甚至持有Cash 等下一個機會來臨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